介大使 11月19号塞尔维亚总统武器 其实跟中国大陆关系很好 深夜做了一个动作 那他去给中国建筑工人代宵夜 这是送来的是塞尔维亚式的汉堡 一边吃一边聊 还跟工人坐在一起聊天 还拍了一张大合照 那当然这一显示 他对中国的友好 这个友好还真的是不一般 主要是塞尔维亚将办 2027年的世博会 但是大家知道 办这个世博需要很大的场馆 怎么办呢 请来了好朋友基建模仁 那这个是这个中赛两国合作的 重要标示性工程 由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来承建 光是这个世博场馆的面积多少 1.8万平方米 是此刻欧洲最大正在建筑的工地 就是这一个 所以武器器应该知道 光靠塞尔维亚是没有办法办到的 感谢中国的支持 想来想去 他亲自半夜 画面中你看到 不是什么随从一大堆帮着 他自己拎着汉堡 其实还蛮接地气的 然后给这个中国的这个工人一起坐下来吃 还有汉堡的照片 那另外一个同样在中欧 介大使一起讲就是立陶宛 大家知道立陶宛现在新政府要上任 那关于这个欧洲国家情报 不是发布一个讯息吗 说关于这个中俄合作生产无人机的信息等等 所以欧盟27个成员国就为此展开了讨论 这个马上要下台的立陶宛的外长就嗨起来了 应该要效法美国进行制裁 其实两个对比鲜明 当然立陶宛新的领导人之前也表态了 希望这个中国大使回来 所以介大使怎么看待在欧洲的这一局 特别是武器旗这个动作很特别 对因为中国大陆现在欧洲 大概最关系最好的几个国家 欧洲国家除了匈牙利之外 就是塞尔维亚 塞尔维亚你记得当时这个中国大陆大使馆被炸 那有人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当时为什么用钻地弹打 那就打到下面三层 因为说第四层中国大陆有藏了一架 当然塞尔维亚交给中国大陆一个 美国的隐形战斗机的残骸 那所以美国为了要让这个机密不泄露 所以就对中国大陆的这个 有这个一个说法 那也可见就是说塞尔维亚跟中国大陆 是这个关系之深 那这个事实上的话 就是说一直维持了这么多年 那中国大陆对塞尔维亚的援助 也非常非常的这个多 有这个塞尔维亚到匈牙利的铁路 也是这个完全照这个 这个欧洲的欧盟的标准 这个修的 也是中国大陆帮他修的 然后呢 这个前一阵子中国大陆的红旗九 这个防空飞弹 也是中国大陆给的 用这个 而且是用什么 是用这个运二十直接运到那边去的 当时这个武器旗也是去迎接的时候 也是几乎感动落泪 因为他们国家事实上也受到这个军事上受到这个 尤其在这个这个南部的跟这个跟阿尔巴尼亚的 这个边界上面是有很多问题的 所以就变成中国大陆对塞尔维亚的这个支持 完全不予于力 然后呢 在这个基建上 在经济上 在军事上都给塞尔维亚极大的支持 那现在你看这个 二零二七年世博会 这个基建又是中国大陆的工人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 这个武器旗啊 他自己带着这些靠商品 直接晚上去看中国大陆工人 对 因为通常口头表述啊 一个这个领导人 大家是自己去送啊 坐下来一起吃热腾腾的宵夜 这个就是关系的这个密切 而且这里面已经有个人的情感在里面了 我看过很多片子 这个你要到塞尔维亚 他们一般民众对中国大陆简直是 怎么讲呢 就是对于这个他们国家 跟中国大陆关系的好 心中这个感激之情是异于言表 因为他们的国家在国际上非常孤立 尤其在南斯拉夫内战打完以后 他们前总统被联合国啊 美国主导的联合国 在联合国成立一个 这个特别的刑事法庭 把他们前总统抓去关起来了 所以美国 西方国家对他们国家是非常敌视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中国大陆对他的支持 就让他格外感觉 大概内心也很温暖 当然这也不是只有外交上 凭几句话 那是扎扎实 我刚刚讲铁路 武器军武防空飞弹 然后他们要办这个2027世博会 给予这个实际建设上的支持 那当然背后一点也有大陆的资金 所以这种就是说 他这个表达感激之情 结妹们总烦恼脸上细纹 干燥与暗沉 现在请跟我一起放心交给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它添加五种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加肌肤 弹性水嫩 轻松不平皱纹 换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国富录 全校精华 精华霜 即刻启动动靈密码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